我身后这个老楼就是纽约的公共图书馆 现在过去看一眼 今天这里面有一个展览 是一个英国作家 Virginia Wolf的一个展览 我就边走边说吧 Virginia Wolf是 她在1925年 1927年和1929年 写了三部曲 这三部曲是她最著名的作品 算是新派的一个女作家 现在马上就走到这个大门口了 我把它拉进来看一下 这就是纽约 前面这个监警就是 Cressler Building 现在从正门看一下 这作家Virginia Wolf 她是现代派的一个代表 创始人应该是 她是打破了当年那个维多利亚时候那种写作的特色 她的小说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非常注重人性的刻画 而且她常常把它自己融入到那个角色里面 这小说的一个特色是写得非常非常的快 是一个很有意识流的人 但是呢 她却要花很多时间去修改 有的时候呢 就完成不了她修改的东西 她的一生都有很多的疾病 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身体上的 所以呢 她到1959年 她是在59岁的时候就自杀去世了 因为在图书馆里面不容易说话了 所以我就在外面先大致介绍一下她们 如果里面能说话的话 再仔细的说一下 看一下她这个雕塑 但是拍结婚照也挺漂亮 这个就是图书馆的正门 现在刚刚进到这个图书馆里面了 这个楼是非常老的 按照屋顶做的都很漂亮 这是来准备看她的展览 刚刚看完了这个 Virginia Wolf的展览 因为在那个展厅里面没办法说话 所以只能出来说一下就好了 边走边看 顺便看一下这个图书馆 Virginia Wolf她最主要 她是一个出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 她但是童年却不是很幸运 她的 她的亲生母亲 在她十几十一二岁可能就去世了 后来在她的父亲重新重婚以后 她又有了这个叫什么 同母义父的一些兄弟姐妹 非常不幸的就是 她在少年时代就被她这个同父义母的兄弟给性侵了 所以对她的这个人生可能是有很大的影响 现在我已经走到二楼这了 可以看到她这个都是大理石做的 继续往楼上走 看她这个图书馆的屋顶越走越漂亮 那我把这一片搞得了 我有来试试 吃冷咖啡 吃蒸汁 带 которой是白食 吃蒸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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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里是TREASURE ROAR 里有很多library的收藏 图书馆的收藏 我所想的认同时,他们可能需要的辣椒 大概是一会计算的 根据的形状饭的声量 在那时期的日期 可能需要的小维护 跟随式的饭 了基于Graphia 从不过1450年的糖尾 颜色的绿色是完全美 这些是十字兰之类的 这些是建议的 这些是建议的 放入几个包子 如果您拆开一盒的包子 您会看到这些 这些是 这些是反-Nazi 抗战文化 它是在石头 和古兰的 这些 它是 青灵上河图 这个是贝多芬普的曲 它下面是莫扎特的 这里还有贝多芬的头发 这个拐棍就是Virginia 1941年自杀的时候 他住了一幅拐杖 他人家最后只是 当时他老公只找到这个拐杖 在河边上 他当时是非常的 抑郁症非常严重 这些都是他当时 写给别人的一些信 这是非常古老的一个古兰经 可以看到这上面这些门徒们 每一个人的脸都有出现 只有这个最右边这个是莫哈摩德 他的脸是没有出现 没有被画出来的 这应该是跟他们宗教有关系 现在刚刚出来了 门口这两个狮子 其实也是有名字的 一个叫patient 就是有耐心 另外一个叫fortitude 就是有力量 是当时大萧条的时候给的名字 代表了纽约的一种精神吧 有耐心 有耐力和有力量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thấy车电话 com 有利吗 这里